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老爷,观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依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还是聊一下这个特斯拉,因为一个推特的粉丝朋友给了我一些特斯拉的资料,负面资料 然后呢,我本来是想把他的名字也放上来的,结果这老哥特别低调,我们只,我只能够在这里先谢谢他,非常感谢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和特斯拉呢,做斗争做了很久了,包括币圈特斯拉,反正还有AI,我都喷了很久 相信我的人寥寥无几,前两天呢,我的视频一度只有100个人看 对,大家好像不是很喜欢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也有人劝我说,你为了你的生活,对吧 为了你的生存的压力,你老婆挣钱也不容易,天天养你这个200斤的我都死,200斤的一个蠢货 你就说一点人民群众爱听的呢,比如吹吹AI,对吧 大家也能够找你一起打打广告 然后我说,如果我做这些事情呢,也不难 也不难,因为我能够喷,能够喷那就肯定是能够吹 而且吹得特别牛逼 但是这就不是我,我以前也跟我老婆聊过这个事情 我老婆告诉我的说法是,她不喜欢我做视频 但是为了生活,然后我去说那些不好的东西 她就更不喜欢了 她说,你一天到晚喷也就喷吧,至少你再讲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呢,能够有50个人,100个人听到也是好的 但如果你去吹,你就是在帮助别人作恶,这不可以 先说一下,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标题 英特尔上涨了 在我看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不同于特斯拉,NVIDA,然后或者Microsoft 英特尔才是美国政府的心尖尖 我这个观点呢,之前也一直在说 然后包括在推特Space也好,上面一直在说 就包括虽然我在英特尔的股票上面 我的期权全都归零 七张两块钱的期权都变成一分钱 是吧,全都归零了 但是我反始终要说的就是英特尔的 英特尔是真正的美国政府的心尖尖 包括波音啊,洛克希德,马丁啊 虽然他们现在过得都不好 但是美国政府非常清楚 谁在战争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 才是美国政府可以依靠的 所以英特尔上涨了,你看国防开支又全都给到英特尔了 很多人说英特尔好蠢,英特尔的那个管理层全是垃圾 英特尔根本不懂市场啊 对不起,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市场 不是吹牛逼啊 吹牛逼不叫市场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位朋友呢 粉丝朋友给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FSD12点插版本 各个12点插版本的一个干预情况 综合路况每195英里就需要介入一次 城市路况每120英里就要介入一次 这粉丝朋友呢也确实比较牛逼啊 给的我这个资料非常有用 然后它是在什么网站上面呢 是在这个网站 对,这个网站上面 这是一个FSD Community的一个Tracks 然后呢,它是用Power BI来做的 你看Microsoft的Power BI 所以我一直也跟很多人说 其实你不需要去学AI 不需要去学Python 如果你是做数据分析的 Power BI就够了 像我老婆他们公司都是买的 Power BI的企业版本 好像是580澳元一个一年 对,580澳元一年 每一个Accounting都有一个Power BI 当然是他们Management Accounting 不是Financial Accounting 对,你不需要去学Python的 就做东西就做东西呗 你去学一个编程语言干嘛 Power BI什么东西做不了吗 真是的,对吧 你看他这里就写得很清楚 Miles of Citico什么 反正就是英里的到干预的那个里程数嘛 在Overall Miles的情况之下 195就所有的 然后City Miles呢 就是说在城市路况里面 是120公里就要干扰一次 干预一次 结果从12.3到12.5呢 这个数字还下降了 一个是104 一个是182 所以我们看到12.12.版本呢 确实在端到端的模型之下 它对以前的版本 是有巨大的提升的 但这个提升有没有到非常好呢 那我们看 有另外一个参照 就是WIMO WIMO基本上每一万个Mile 才需要干预一次 所以整体上面来说 特斯拉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存在 现在 对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根据这个干预的里程书来看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10月10日的Robotex 它会是发布的时间 那在这样子的干预的里程 里程干预的情况之下 那它如何去和Robotex做竞争呢 Robotex如何去 与WIMO做竞争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问号了 你不能够有问号 对吧 我们一直说 你做东西不能够有问号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问号 这就很尴尬 非常非常的尴尬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个网站上面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粉丝 这位粉丝朋友呢 还给出来一个观点 就是目前为止 FSD的利润已经见底了 然后纯粹 纯粹是在靠补贴在工作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特斯拉的一张利润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的利润表 在2022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走低 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 稍微回了一点 然后继续走低 因为它好像是有涨过价 对 然后涨价完了之后呢 到2023年Q4季度的时候 哦对 好像是Q3季度 特斯拉好像是涨了一次价 然后到Q4季度的时候呢 它这边的利润率就上去了 但上去完了之后呢 继续下滑 继续下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啊 就碳积分 碳积分收入这边 到2022 Q2季度的时候 碳积分的收入是上涨的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说明它的主营业务不行了 才会导致碳积分的上涨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特斯拉就每次都会说啊 我们 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拿我们的毛利率 来换取50%的增长 拿毛利率换取50%的增长 这个现在特斯拉在中国呢 已经是五年零首付了 你零利息了 五年零利息了 你再怎么 你再这么做下去 你还有多少的空间可以做吗 你看这里也有 对吧 Full selfie driver is always around the corner 对吧 就他马斯克永远在说啊 Full selfie driver Full selfie driver 这个官司到现在还在啊 有一个官司就是这个 全自动驾驶是个官司啊 他这个Full selfie driver 我再三说过的 你凭什么叫自己吃这个 那我是不是用了你的Full selfie driver 我就可以不用管了 对吧 这个名字本来就有欺骗性 所以他现在有这个官司在身上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论 结论 还有一个结论就是 扣除补贴盒 地盐收入后的净利润是不包含购车补贴的 比如在美国购买特斯拉 可以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减免 这笔钱是政府帮消费者支付给特斯拉的 如果失去了这笔补贴 特斯拉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自己掏钱支付7500美元的补贴 影响利润 另外一种是涨价7500美元 影响销量 那我估计特斯拉大概率都是会选择那个 自己支付这7500美元的补贴 因为特斯拉的粉丝再三说过 特斯拉是可以是负的利润的 就跟索尼卖PS一样的 索尼卖PS 特斯拉的粉丝是这么说的 索尼卖PS都是亏本卖的 但是索尼可以通过游戏来赚钱 特斯拉的粉丝告诉我 特斯拉的每一辆车都可以亏本卖 都可以亏本 没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特斯拉是可以通过FSD 把钱给赚回来的 马斯克根本不在乎卖车的钱 他只看着FSD 为什么呢 他们告诉我 因为特斯拉是一家AI公司 我反正这种鬼话 我真的是听得来 我我我真的真的 真的是要笑死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利润也见底 靠补贴难以为继 然后呢 马斯克不是还有一个业务 是他的储能业务吗 那储能业务这边就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阿里云机房锂电池爆炸 为何36个小时都灭不了火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运维总监 我是专门干运维的 我要和IDC打交道 IDC里面最多的还有什么 除了空调 我们叫暖通啊之类的东西 最重要的动力 电源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那个UPS锂电 锂电 UPS叫那个不间断电源系统 不间断电源系统里面呢 哪怕最近 就是我2019年走之前啊 大家都还在是用千酸电池 我当时问过斯奈德的工程师 斯奈德 斯奈德我也不知道叫做英文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斯奈德呢 他有自己的UPS的 是我问斯奈德的工程师 这个为什么不用锂电池 做那个UPS的电源 电池 斯奈德的工程师说 锂电池有一百个优点 但是有一个缺点 一旦着火你灭不了 千酸电池有一万个缺点 但是有一个优点 有两个优点 第一可维护性超级强 第二一旦着火 就很难着火 基本上着不了火 着火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千酸电池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有 有吸流酸 非常吸的流酸 它里面有吸流酸 吸流酸里面大部分是水 小部分是流酸 所以他说吸流酸的水呢 会因为高压电的缘故 被电解成氧气和氢气 然后他说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UPS机房里面 有一个设备叫除氢设备 UPS电池除氢 专门有这个设备的 除氢设备 设备 看看 这个这里也没有 流化氢是什么味道 这里面倒没有 施耐德电器 UPS用于不间断电源的备用系统 这个里面没有查到 我就先不看了 反正告诉大家 对千酸电池的UPS机房来说 最难的问题是除氢 但除氢呢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业 已经解决了 对 但你看 阿里云的锂电池爆炸 36小时不能够解决 因为锂电池 它自己就能烧 我们再三说过的 锂电池 那比如说 如果锂电池的汽车着火了 你把它推到河里面 它都在烧 因为它自身就满足了 燃烧三药素 千酸电池的灭火 非常非常的简单 说难听点 你要是不怕损失的话 你拿水往里面倒也行 拿泡沫喷也行 如果你在乎损失的话 我们有那种叫 就是会把氧气 全都给挤占掉的 挤占掉的那种气体 我忘了叫什么 反正我们以前都是有六个 那种几吨重的钢瓶背着的 那东西就是 一旦爆炸了 就是着火了之后 它是叫气体灭火 它啪喷出来之后 会把氧气全都挤掉 然后只剩下这个 惰性气体本身 然后因为你没有燃烧三药素了 你就自己就火就没了 所以千酸电池是非常好灭火的 那你有很多人都问我 锂电池能不能用这个方式灭火呢 不行 就气体灭火对锂电池是无效的 完全无效 因为它自己就满足了燃烧三药素 除非用叶蛋去灭火 就是整个机房用叶蛋零下130度 140度 把锂电池全都冻住 才有可能灭火 但是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 如果冻住了之后呢 它还会什么 还会复蓝 就是你要解冻吧 解冻的时候 因为它有可能会把外面的那一层 保护 就是隔离层给戳破掉 所以你要解冻的时候也会坏掉 所以很烦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 我看看 最后一个就是马斯克的 马斯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就是他买推特的钱 将会是压死他最后一根稻草 你看这是2024年8月22日的新闻 马斯克收购推特 竟套牢众多大碗 华尔街之狼沙特王子 对吧 那你看 其实这里面你看 就是马斯克买推特的时候呢 除了推特联合创始人 Jack Dossel 然后明星风头 什么之和陈洪山之本之外呢 对吧 华尔街之狼 阿克曼的潘兴广场基金 沙特王子 富达基金 美国著名受伤扣手 SIM Converse 以及甲骨文联合创始人 阿拉里埃里森 都投资了马斯克的X 但是马斯克自己持有 这个推特X公司的75%股份 其他股东没有一个比例超过10% 那你大家知道 马斯克买推特花了多少钱吗 马斯克买推特 我记得说总共花了350亿美元 然后这七家银行呢 为马斯克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贷款 130亿美元的贷款 是要还的 昨天S.Robot老师呢 也在伯伯的Space里面 就说到这个事情 那个你现在马斯克呢 都不得不借钱去偿还 买推特的那个贷款收入 贷款 因为你想130亿美元的贷款 是贷给马斯克的 算他的利息是多少 利息算他千分之一 各个银行都比较 看好马斯克 马斯克脸大屁股大 对吧 给他千分之一的贷款 130亿美元的贷款 你每个月还万分之一 对吧 一年还千分之一 那要还多少钱啊 对马斯克来说 这笔贷款可 可那个牛逼了 对吧 然后据称因为这笔贷款 悬而未决 巴克莱银行的高层 去年的奖金还减少了40% 那推特能不能上市呢 不好意思 这个呢 不上市还好一点 私有化 如果推特上市 股价更低的话 马斯克的损失会更大 因为 就是如果上市的话 会发现推特的实际收入很糟糕 产生那个你的抵押物不足 抵押物不足 要抵 要补充抵押物 好 马斯克占75% 你先去还75%的抵押物吧 对吧 比如说 那个收购推特的时候 是350亿美元 现在只剩下多少呢 现在甚至不到 440亿美元的一半 220亿 对吧 那你要把抵押物给补足啊 220亿美元 你给我还上来啊 你给我放上来啊 那马斯克的所谓的高管的工资 的一半都要放上来 抵押 支撑抵押的这个钱 抵押物的钱 好 这里有个问题 马斯克 他有没有拿到他的高额 高额奖金 昨天我这个问题问了群里的人 群里的人 没有一个人敢说 特斯拉发了这个 550亿美元的奖金给马斯克 有没有发 不知道 所以和那位老哥聊下来呢 我们都都现在知道一点 马斯克现在呢 这个日子是真的非常难过 他所有吹过的牛逼 只能够不停的往后延 延到有一天 他延不动了 那他就是会 他将会是一个安然 是不是只有马斯克是安然呢 对 这里我觉得 Microsoft和NVIDA也有可能 现在Microsoft成立了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呢 就是说他去投资AI 但是所有的被他投资AI公司 必须买Microsoft的 那个Azor云服务 你看 这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一个关联交易就产生了 然后微软再去买NVIDA 所以现在美国的Mega7 除了亚马逊 除了亚马逊 Bezos之外 Mega7都有重大的问题 现在都都有问题 不是亚马逊 是Google 现在除了Google之外 Mega7都有问题 就这六家公司都有问题 那为什么我会说Google没有问题呢 因为Google比较老实 他能够报的雷全都给你报完了 所以你要去看公Google也很难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